救护车鸣笛声响亮 过路车辆听见后都纷纷让道 抢救生命和时间在跑 最害怕就是碰上塞车 13号晚间一名救护车司机在脸书po文 说有一名刚出生15天的小美女 因为心脏疾病 要从花莲往台北的医院急救 希望可以请用路人让给他们一条路 文章一po 网友热情分享短短一天就高达5000次 并且留言直说 谢谢医护人员和司机哥哥叔叔 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 从花莲到台北只有一条路可以行驶 又因为现在车辆隔音实在太好了 所以司机才会想到要破文告知 14号上午10点多 救护车就从花莲门诺医院出发 顺利抵达马洁医院 共计162公里的路程 预计三个小时才能抵达 救护车驾驶只花了两个小时20分钟 就将女婴送达 过去也有为了送巴掌大的小婴儿急救 开道护送的案例 幸好最后也是顺利转院 听见名利声响起赶紧让路 更能让辛苦的救护人员将患者平安送达 记者曹教人花铃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能让他们的情况下 注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